北溢法宴 正在開始 兩年前接下了這個北溢醫師協會的這個重擔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協會 然後也是所有會員最多的協會 這個要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管是哪一個科系 就很少用學術會員 讓我們看到會員長得頂導的這個會 都是一區的社會 很少一個協會或是一個中央都會 學術上來跟大家合同 跟大家建立關係 我推了一個居家醫療的一個專注 那這一塊是我們想關注的一個議題 非常感謝醫師協會 更一段時間對學校的貢獻 那一年半之後 北溢大就是六四週年的校慶 QS世界大學的排名 我們明天全世界第362名 是國內市立大學第一名 這應該是每一創校以來 有下最好的稱讚 今天非常高興來參加醫師協會旺連會 那就如同我剛剛講 以校會很少用學術會友啦 那真的我們的醫師協會 充分做到這樣子 讓我們在專業知識上面能夠得到精進 也請我們北溢很多結束的校友 一起來分享 對於現在的情況跟未來的趨勢 那大家怎麼樣因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都提出很精闢的見解 對我非常高興 醫師協會有這樣的眼光 然後建立我們校友的一個向心力 那進而對我們北溢大 有很大的進步的貢獻 我們再度謝謝 我們鄭秘書長也好 杜理事長也好 很多董事們跟校友 大家的支持 那我希望這樣的風氣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非常非常感念杜院長他在醫學 以及在音樂上面的素養 特別特別是他對於弱勢的孩子 弱勢的學生的一個貢獻跟愛心 我非常的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希望呢 這個大會能夠永遠一直持續開始 而且能夠招募更多的 我們北溢大的一個醫生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把這件很重要的事情 把它做得非常的好 那麼在杜院長的這個帶領之下 我們一起加油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北溢的醫師協會的這個大聚餐 更重要的是白天的整個的論壇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議題 事實上都是國家級的議題 所以看到了這個論壇辦得這麼成功 我終於了解說北溢大 為什麼這個往上提升的力量這麼強 原來是群策群力 而且有非常高的格局 我相信這個所有的這個北溢校友 都應該因此為榮 我也對北溢的校友非常非常的敬佩 主要其實在這一次的論壇裡面 特別有針對居家醫療的部分 在倡議 這是我從104年在健保會的時候 就一直督促健保署 能夠推動所謂的居家醫療 一直很希望跟醫界朋友一起努力的一個方向 無需行立委在居家長照社區營照這一塊 真的付出很多 我們一路走來 我們現在醫師協會大力推薦居家醫療 我是希望醫師協會在未來 能夠對於整個全民醫療 能夠做最大的貢獻 因為北溢其實應該是整個的領頭羊 因為北溢其實北溢經歷到很多的事情 北溢的人就是到哪裡都能夠生存 請你來一杯 好 今年是創校58週年 再過一年多 北溢就要正式邁入60週年 學校目前有幾個重大的建設在進行 包括癌症大樓 直指治療中心 還有位在雙和醫院的雙和校區 教學研究大樓及生意科技大樓 這兩項投資案大概要達到42.51 所以期待各位校友 如果你方便的話 就多多支持母校的發展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我是醫師協會的慘婆 因為我當年齁 就是三顧茅魯 到這個藝大醫院去 把這個杜元坤理事長請出來 那個永鋒都還陪著我 對 然後呢讓這個醫師協會 能夠在杜理事長的領導之下成立 兩年之內能夠締造這麼好的成績 一年半 讓所有的人都刮目相看 就是有一個這麼好的校友會 可以讓大家來奉獻 來分享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奇免我們醫師協會 永遠都要進步 然後做我們所有的校友的這個 正燃曲 正房曲 謝謝我們許董給我們的鼓勵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